挂在艺文走廊墙壁上的画作 看起来像油画 走近看才发现是立体的看桌米雕 特地用油画技巧来呈现看桌米雕技术 其他包括人物、佛像以及水果等等 每一幅展出的作品都堪称是看桌米雕的经典 卫福部基隆医院艺文走廊幻展 这次特地邀请基隆看桌米雕大师谢袁璋老师 和信义区智慧社区发展协会的学生们 以及基隆米雕艺术学会的创作展 提供民众欣赏 所以意思是我们要在地化 我们要记得我们基隆的历史 我们要记得基隆的文化 我们可以再来是传承 然后让后面的人特别在这里面 把这个记忆当作我们的生活 然后再想一下 其实今天在我们医院办又是非常特别 因为可以让我们的病人在痛苦中 他们在这个病塌的里面 甚至我们的员工在忙碌 特别在后疫情时期 我们可以再多的欣赏 每次走过这个一文走廊的时候 我们再次来提升自己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同仁 有时间的同仁都在 大部分的都在线上 看他们的眼神就觉得说 哇 今天感觉上很光彩 今天是感觉上就是 虽然有一些下雨 但是我们心里会觉得更多的活泼 更快乐 谢袁章老师也特地回赠 名为世事如意的看桌米雕作品 给基隆医院院长林庆丰 以及副院长陈伟达和秘书李林美 感谢基隆医院对看桌米雕的支持 我们冬至吃汤圆的时候 现在有的听不懂 如果听不懂已经差不多七十个以上 就鸡毛糕了 还听不懂 表现都很少人 因为汤圆是汤汤水水 外带不方便 所以就用汤圆生下的材料 加一点点再来米粉 再来米粉 做成 加不高的拿去证明 就是现在的念面 因为那个外带当主事也可以 当副事也可以 那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会 因为 基隆有个很盛大的民俗节日 叫做中元纪 那中元纪必须用这些 那叫做看桌米雕 把这个桌上工行长用 所以我们用这个做节 那我我现在是部务正业 我以前是当画画的 那我现在就穿民人 就感觉到 这些民俗记忆呢 已经逐渐在失位了 我们真的很悲观 搞不好 二十年以后呢 会没有人 也不相信你们看到了 因为 越来越老化了 然后呢 要花费很多的经费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院长 提供我们这三桌 给我们一个整天的机会 基隆医院看桌米雕展 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 欢迎民众参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我们下一次下车В了 我们下车